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生命不息 吃瓜不值 每天都有奇葩事 今天咱们来看一看未来汽车 好笑 这是网友爆料 说是为了保住工作 为了升职 自己买了两辆未来汽车 又发动亲戚买了两辆 年仅40岁 依然没有逃避被太原的命运 这是在未来汽车工作的员工 这里有一个劳动合同协商 解除协议 还是被辞了 在未来工作的5年 一早上上班被告知自己 上了裁员名单 没有任何的预兆 好像突然被陨石击中一般 晴天霹雳 霹雳晴天 然后年龄是年近40 上有老下有小 人到中年 这中年危机说来就来 所以说对未来这么一份工作 是一直十分的珍惜 经常的加班加点 熬通宵 全部都是自愿 没有加班费 从无怨言 然后开始报他们公司运作的内幕了 几乎80%的未来员工 都被明示或暗示过 想要保住这份工作 必须得买未来汽车 经过再三考虑 为了避免中年失业 咬紧牙关 在去年年底贷款30万 才将自己采买了两年的奔驰CLA 换成未来的175 每月车贷3000元 把奔驰卖了 买未来 还贷款30万 我去 一个电瓶车 卖这么贵 接着还没完呢 领导找他来谈话 说想要升职 那肯定是要多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买车 于是又推荐给了自己的表哥和表妹 让他们分明买了未来的ES7和ES6 到了今年年初啊 未来给员工开放零首付零利息 无限换店全购购车优惠 为了升职拼了又贷款30万 这尼玛里里外外贷款60万了啊 60万了 每个月还在8150 为期三年购买了一辆ET5 你买这么多车干嘛 又买一辆 你买菜用一个 你上下班用一个 出去玩再用一个 他说虽然我是工夫技术岗位的员工 但是为了支持公司 也是为了自己职位的稳定 推荐给新边的亲近朋友几十辆车 都快成兼职销售了 而且也因为工作认真负责 获得了公司2003年第二季度的新额奖 但是这个车开始爆问题了啊 公司运作这个事情搞笑啊 咱们把这个看完啊 又开始爆出来这个未来汽车的问题了 各种异想 天窗空调中控 而未来的员工车主在车子遇到问题时 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处理 无法得到保障 买了两辆问题车 还是自己内部员工都能够买到问题车 每月还要一万多的贷款 现在又突然没有来由的被裁员 简直丧良心啊 不光是我 更多的员工在公司里明里暗里软磨硬泡买了车 却在提车不到一年就被裁 简直就是鲁迅笔价的人血馒头 未来的口号喊得很响 未来是用户企业要服务好用户 那员工车主就不算用户了吗 公司要裁员可以理解 但没有裁员标准 不考虑员工为公司的付出 不考虑员工的工作能力 任意妄为大师偏颇 有意思啊 这个事情可以分好几块来讲 首先第一点啊 就是什么啊 卷 怎么卷呢 就是国产汽车这个行业在卷 你要是不卷 你去竞争啊 你跟特斯拉竞争啊 你跟马斯克竞争啊 你搞这个电瓶车 你能够 哎性价比这一块 性能这一块 多多少少咱们不说啊 你全部都超越特斯拉 你某些地方有亮点 这也是能够让你在市场上 能够破圈上位的一个关键 但是没有啊 自己都爆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异想天窗空调中控 就是说在品质这一块 那是完全没有保证的 可能很多人没有开过电瓶车啊 就是四个轮的电瓶车没开过 但是两个轮的电瓶车 我相信很多人都骑过吧 一般来说一辆电瓶车你刚买的时候 哎 看着也好看 然后电池充分负电的也能够骑很长时间 但是你越骑这个体验就越差 啊 就跟以前那个国产手机一样 你刚买的时候前两个月玩的很溜 越用越差劲 电动车两个轮的啊 电磨刚开始还有那个磨的啊 他是用这个电磨去载磕 拉了没两天 不拉了 电瓶不够用啊 就是说这个国产的电瓶车别管两个轮四个轮了 你品质不行 然后呢 就是只能够在国内 只能够在国产车这一块互相卷 卷到最后呢 自己公司的人在互相卷 我记得之前有人爆出了这个蔚来汽车 荒唐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开这么一个蔚来电动车出去玩 还得再开一辆加油的车啊 一家人出去玩开两辆车 为什么要开两辆车呢 这个加油的车就是为了给这个蔚来汽车充电的 得带一个保姆车 如果说出一趟远门来回开个七八百公里 你就充电付电不够啊 得开保姆车 这就很荒唐吧 很搞笑吧 从这么一件事情就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套路 什么套路呀 这就是专坑自己人的 专坑身边人的 这是跟谁学的呀 这是跟保险公司学的 保险公司玩的就是这个套路 你发现没有 保险公司这一年四季啊 几乎都在招人 什么时候这个人都招不满 什么时候人都招不够 你去保险公司你去入职 是不是啊 你得先买一费保险 然后这个保险也买 那个保险也买 然后你才能够享受功夫的一些权益跟福利 紧接着这个操作就跟传销差不多了啊 以你为中心 你都买了啊 你为了支持公司 你是不是也要发动你的亲戚朋友买呢 这个话呀不能够说的这么直白 还得要打着一个为你好的旗号啊 你为了这个生命安全呢 为了健康着想呢 为了将来啊 有一个保障呢 投资自己的未来呀 是不是我们得让自己活得更安全一点啊 赚钱是为什么呀啊 一套一套的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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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套进去了啊 然后被洗了脑之后 就开始给身边的朋友灌输 咱们得投资未来呀 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啊 你想想人这一辈子老了肯定要生病的呀 如果说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你怎么去应急呀 怎样怎样啊 先给自己买 然后老婆孩子买 老婆孩子买给父母买 父母买了之后 然后七大姑八大姨买 当一个保险工夫的员工 把你这些资源全部都榨干之后 你在这个保险工夫呢 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啊 然后以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以逼人你辞职啊 包括一些保险工夫员工的爆料 离职之后啊 以后还真出事了 到了真要用到保险的时候呢 一查这细节的条款 我靠感觉掉坑里面去了 你打击你的钱 他能够还给你的很少 什么叫买的不如卖的金啊 就在这里 那你看看这个未来的员工 他爆料 是不是跟保险公司是一个套路啊 先是明示暗示让你自己买啊 你看你在这公司上班 你开车你都不用这个未来车 这个爆料的员工原来是开奔驰的 把奔驰卖了啊 买未来 然后是自己的表哥和表妹又卖了两辆 紧接着是身边的朋友 七大姑八大一卖出去几十辆啊 这在专业的汽车4S店里面 一年能够卖出去几十辆 这都是了不起的业绩了 然后呢 还是被裁员了 裁员之后再换下一拨人啊 再继续招聘 如果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小品牌的话呢 可能也犯不上去做节目 去单独说这一期 但是他这个未来其实好像也挺出名的吧 啊 国产之光 到最后闹出来这么一个丑闻 还别提什么华为电车啊 还有什么恒大电车 像这个中国电动车的行业现状是干嘛 那就是一个骗国家的补贴 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人开的盘子 自己玩 给自己找一个洗钱的途径 你直接从银行里面去拿这个车相呢 未免是有点难看 虽然说银行是被红色家族掌控的 但是车相呢 也得要稍微的啊 好看一点 那怎么着 咱们搞一个电动车行业吧 你看特斯拉搞的不错 我们也搞一个 啊 像他们自己内部啊 有人从政有人从商 那我就去注册这个电车 这个品牌的电车 那个品牌的电车 搞来搞去啊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国家补贴啊 然后再忽悠一顿 到最后呢 几年之后啊 这些电车啊 都会开进那些啊 坟场 南京就有啊 就有一个电车坟场 那都是崭新的呀 好像都没开过 啊 然后就被推进那个电车坟场里面去了 草都长得比车还高了 这摆明了 这就是骗饱 摆明了就是捞钱套钱的 啊 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啊 吃这么一个瓜 先说这么多吧 这就是骗饱的 以后啊 这就是骗饱的 可以拿来 这是骗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